哦真的因为我觉得42岁生真的是很大的挑战 原来我真的还是做得到 然后我的努力真的没有白费 然后我很谢谢我自己有坚持下来 我是37岁结婚的 所以呢我真的被孕的时候 已经是高高临产妇了 那真的很神奇哦 你37 38 39都没感觉 然后40岁生日的可能前一个礼拜吧 我突然觉得那个4那个字好大 然后压着我喘不过气来 其实我出这本一千真的有气 其实很多人会说天哪你怎么可以 两年半都完全没有休息 可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时间一直追着我跑 所以我就决定说 我就要赶快去做一次人工 人工失败赶快做一次试完 试完以后我反而觉得 我怎么可能失败 所有的那些检验报告都属于优等生 我的软也有很多 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 我去找了送子鸟的赖医师 他发现我是免疫的问题 就是如果他跟做试管来比 那个免疫的难度跟心理要承受的 跟身体要承受的多太多了 宝贝的大小刚好是16周 表示他可能我去产检前一两天 他才没有心跳 所有的人包括我婆婆 我妈妈全部人都叫我不要再试了 因为他们看到我在身上打那么多针 然后打了肚皮都淤青了 在点点宝宝上一次还有胎庭的经验 他宣布胎庭我看了那个超音波 我一点都没有哭 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 我一直想说我这几天做了什么 我吃了什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 所以我都完全没有哭 是我老公先哭出来 他抱着我跟我讲说 我们不要再生了 我们不要再生了 我一秒都没有想过要放弃 除非医生跟我讲说真的不行 胎庭那时候经历了那种失去的痛 已经是最痛了 所以经历过那一次的痛 如果你只要告诉我这样做 我不会失去 100针 1000针 10000针 对我来说我都可以 这两年半我做了一次人工 然后居然取了六次 然后植入四次 才成功生下了点点宝宝这样子 所以呢等到12周拿妈妈手册 我还是没有任何喜悦 因为我上一次16周胎庭 所以我就是在这种如履薄冰 每一天就是在这种感觉下过的 欢迎咯 爹地跟妈咪想你想很久了 乖乖不哭哭 不哭哭 乖 一跑出来的时候我没有听到哭声 我超紧张 他们就刺激一下他 然后他就大哭 然后他哭的时候我真的是累 整个流到就是满面 满面到他把宝宝抱到我旁边 我根本看不清楚宝宝长什么样子 然后就一直跟他讲说 谢谢你来当我女儿这样 可是觉得很感动 年纪真的骗不了人 就40岁以后 你的泪是撑不住的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 也是schedule queen 我一天可以做10件事 那现在我真的是 一天两件就一直很不错 就包括我的神队友 他比我大12岁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 累了一个就是疯掉的状态 我跟我老公真的很爱孩子 不想错过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就对了 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找保姆 现在我们家宝宝一岁八个月了 我没有一天离开过我的宝宝 我就会觉得我好希望跟他分享我生命中的任何一个回忆 宝宝两个多月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建立睡眠模式 所以他没有办法一觉到天亮 那种恐怖的是就是你完全无法思考 你只能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他 就他每次交代我什么事情我都会忘记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手机随时回应 其实是一直到了宝宝五个多月 然后他开始会笑 我才开始有享受当母亲的乐趣 我觉得如果我30岁生小孩 或许我人生会有一些遗憾 我会觉得因为孩子的出现 所以让我失去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可能正当红 年纪到了40岁 其实你会更清楚自己要什么 跟你自己越知道很多是你应该怎么做跟调整 大家都会觉得我情绪很稳定 然后我觉得会直接会影响到宝宝的情绪 只是我们自己会舍不得觉得说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陪他那么久 会去发现自己身体的问题 然后更积极地去解决 因为我不想把这些东西留给他 因为我觉得生育这件事情 女生是你拿你全身心灵 你去孕育一个生命 大家就会说没关系你放松心情 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 因为我自己走过来 我觉得要放松 尤其是我这种就是走试管 走到这种程度 可以借由我的例子 然后告诉大家 其实还是有希望的 这不是一件就是很容易就达成的 你要给自己好多的心理建设 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然后我很希望我一辈子都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目前为止我都觉得 一秒钟都没有后悔过 对 在我的下吨雪中的地面 我都没有在这种感觉 然后我都没有amen 我都没有在那里 但是我都没有帮助 我就在这种感觉 进行的 像这种感觉 那么不容易 而在这种感觉 我都没有在这种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